電競跟打機不同 電競是一項比賽是一項運動 運動就需要有人教育訓練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電子競技學院學打機 究竟這回是什麼事? 怎樣的呢?馬上和大家看看 大家好,可以叫我做底線 我的英文名字是Jacky 就是香港電競技競技學院的課程總監 大家好,可以叫我Skywalk 其實我在台北港澳職業聯賽 LMX和次級聯賽EXX 做過不少職業隊和職業隊的教練 雖然我做過職業隊的後勤 但其實我的年紀比較年輕 都未到二十歲 為什麼會想成立這個電競學院呢? 其實有見到很多香港很有potential的年輕人 打到一個很不錯的位置 甚至在比賽中都有很好的階級 但都會被他們父母反對 甚至這個社會所我們會 label 他們是廢青 但其實在某個領域上 他們的確是有才能有潛質的 只不過香港社會還未接受到 其實電競這件事是一個運動 甚至是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以前自己都很喜歡打遊戲 在讀書的年代 但都因為那個時候大環境未必支持到 那逐漸逐漸 就因為我以前是一個運動教練 所以一直都想千方百計 把電競這件事 可不可以融入一個正式的運動體制裏 那跌跌撞撞 首先第一步就是想把電競這件事去污名化 我們就找了一些NGO合作 發現當初以一個很低的成本 很低的宣傳 亦都有很多年輕人去參加這些課程 那不如就三年之後 試試進來一步 試試自己去一個人的力量 去聯繫自己的朋友 去組成這個電競技學院 香港電競技這件事 首先我們大家看這件事的態度和觀念 都一定要去改變 為什麼要這樣說這件事 首先我們想影響上一代人的看法 我們要從其他國家的例子來看 其實為什麼韓國 甚至連中國大陸北美 我們都可以發展得這麼成功 因為他們對於這件事的態度 是相當正面 還有他們找到當中適當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們除了在這裡教人打遊戲 以外 都想教到別人 其實電競不止損失這麼簡單 他們背後還有很多後勤團隊的人員 還有很多關於遊戲設計方面 關於他們的製作 關於他們的市場 關於他們的市場 關於市場方面的隊伍 去到支援的背後 但是香港普遍來說 都只是覺得打遊戲 只不過是我們年輕人消遣的一個項目 它是沒有出路 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就不喜歡讀書 但是覺得如果能夠把電競這件事 作為年輕人讀書的項目 會不會鼓勵到年輕人 是有另一方面的發展呢 成為導師的資格 我覺得你在遊戲裡的理解 要有足夠的程度 其實我之前去做 職業後勤的時候 我大概每天看八到十場比賽 每一場比賽 你可以當作半小時 快就半小時 晚就一個半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三個小時 每天看八到十場 一星期有七十場 再加上自己隊伍的練習 都要慢慢細心看 所以不論是經驗為主 其實你有足夠的經驗 你對遊戲的理解 有足夠的一個好程度的理解 可能就可以做得到這個導師 最重要的是 你教人的時候 別人能明白得到 別人能學得到 也是可能一個選手 想做職業選手的條件 一個好的性格 一個好的心態 一個好的態度 甚麼叫做好的性格 即是可能要勇於 去承受自己的失誤 承受自己的錯誤 其實我之前教過一些 隊伍也覺得 有些選手覺得自己很厲害 可能他們是隊的核心 可能是他們的隊長 其實他們覺得自己無錯 其實這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剛才講到職業隊的訓練 其實每天好像韓國及韓國SKT 他們世界冠軍贏了幾次 但他們都是一天訓練至少 都十四個小時 除了練習 就是吃飯和睡覺為主 甚至吃飯的時候 都會用來看遊戲比賽的replay 可能一星期 一日甚至兩個假期 就不會像我們 很多休閒的假期 其實電競這個行業的工作 就有很多 我說回我自己的經歷 例如俱樂部 電競一些電競隊伍方面 選手之外 就有我們這些後勤 即是教練和分析師 其實每個人的工作都不同 教練可能就是分析師做的事 還有助教也有 甚至在外國的話 可能有些專門教選手的教練 也會有 可能在台灣或香港地區 就比較少 另外就是有領隊 有經理 負責外部工作 甚至有些心理分析師 就是調整選手的心態 他的狀態 始終 其實電競跟普通NBA 足球的職業運動 差不多 他們有的位置 電競的隊伍 都會有 甚至有些體能教練 因為你知道 一個電競選手 一天坐在這裡十多小時 始終都會需要一些運動教練 去幫他們保持健康 其實之前曾經跟政府 有聯絡過 政府的認為 就覺得他們未必需要 或者我們會覺得 政府未有充足的準備 和充足的知識水平 去認識電影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們業界應該去 組織一些工會 組織一些總會 來監察我們的行業 甚至是政府提供協助 去監察 因為 隨著這件事 電競 越來越進步 的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很多的規則 我們也沒有很多的規範 來保障電競重業 暫時來說 我們很擔心 就是 未來這樣的活動 可能只不過是一年一次性 甚至一次就完了 就未必有下次 我希望政府能夠 去支援一下 中小企業 一些中小電競企業的發展 例如一些隊伍 例如一些業餘的選手 能夠令到他們 在一些大型的比賽中 能夠爭冠軍 其實這個是 經常有的例子 香港人是 很多這些選手 出到來 他們是沒有支援 缺乏一些後期人 在這個年代來說 其實是很麻煩 因為其實外國很大的資源 現在你們韓國 有整隊的支援 來支援 但是香港永遠 都是靠自己 獨立的能力 獨立的能力 去做一隊戰隊出來 甚至可能自己 走去外國參賽 所以我希望 政府能夠 真的聆聽一下 業界的聲音 去做多些 保障的措施 來提升業界 在這方面的 競爭能力 在這方面的 旁邊的措施 在這方面